藍白和紫叉林门一角 结果走到这里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我当然不希望 像波基讲的 现在已经是实质破局了 因为毕竟呢 还有时间 还有最后的关键的24小时 那现在双方好像 也都给彼此预留空间 那你当然也可以说是 反正都最后所剩的时间 都开始甩锅啦 好就要甩锅给对方 我想先听看 巧星怎么讲 因为呢 都还是说不放弃 还在把握最后的关头 确实哦 没有到最后一刻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蓝白不放弃 这个也是彼此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是说 互相把责任 丢到对方身上的话 其实一点必要性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明天 大家互相 自己去登记之后 那也没有什么 责不责任的问题了 一般民众 他也才不管 你谁的责任大 谁的责任小 那接下来就要马上 把这个在野阵营的炮口 转回像是民进党去了 因为蓝白 再怎么炒 就炒到这个礼拜 没有更多了 这个时间不等人 中选会不会等你 那决定好之后 那要各选各的 还是一起选 做好决定之后 再通知所有民众吧 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让大家感到 相当的煎熬 所以不管是什么 民调几% 像什么政治协商 什么科猴猴科 说真的 其实一般人就是在 等明天的结果而已 你再去跟他讲那些细节 没有人那么无聊 又不是你们谈判代表 我知道那么多干嘛 所以确实我认为 何有何的选法 不何有何不何的策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蓝白今天为什么这么辛苦 明明两党的这种文化 然后这个品牌 然后就差这么多 还要硬要去谈 为什么硬谈呢 就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 那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去 对我们的国家发展不利 尤其两岸跟经济 可能兵凶占围 可能经济会越来越糟糕 这些美中局势逐渐在转好之际 赖清德他是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的 就算今天拉了萧美琴来 他也只是对美国单方面的了解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理解 以及跟中国大陆的对话是零 所以当我们不希望世界在开心的战场的时候 赖清德从他这种台独金村的角度 或是萧美琴从完全从美国的角度 是无助于缓解舒缓 整个美中关系现在缓和之后 接力去把这样子局面撑起来的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所以即使很难 大家还是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 所以我一直主张是 在过程当中还在努力的人 都值得一个掌声 不要去骂他们 因为每一个政党 本来就从自己本位角色出发嘛 国民党是这样 民众党也是这样 希望替自己的政党跟自己的支持者 争取到一个最好的位置上面去嘛 那所以可以理解大家在中间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竞争 但是一定得斗而不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执政的人既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众党 大家打来打去在打什么 我今天有一个 在广播节目的讲话 被做成很多新闻 我就讲说 如果两个人都只是菜积互拙的话 那到底为什么要浪费生命 跟时间做这件事情 那有些塔利班就解读说 我说侯友宜跟柯文哲很弱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从民调上看来 如果赖清德他是遥遥领先 他是执政党 那剩下两个在野党是落后的情况 两个人还咬在一起 那不是只是让第一名的躺着继续血 让他爽到 让他很多施政有问题的地方 都不需要被监督吗 两个民调落后的人咬在一起 这能看吗 后续根本不能看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呼吁 不管是支持者也好 不管是我们自己 蓝白阵营的政治人物也好 大家都要互相克制一点 因为你一天在这个泥闹里面吵来吵去 一天就是放过了民进党 施政不利的种种问题 我也坦白跟大家说 其实像接下来选举 大概还有30天左右的议题期 就议题的热度期 那这30天里面 我就大概把它区分成 准备了三个记者会 是准备要针对民进党 再去做工访的 可是有时候看到这一两周的 这个蓝白的这种互相竞争也好 斗争也好的这些新闻 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当然我们都鼓励 所有在努力谈的人 也知道在谈的过程当中 大家从自己的本位主义出发 本来就会有一些争执点 这都很正常也很合理 但我觉得再怎么吵 也就到明天 到这个最晚最晚最晚 到这个礼拜就要结束了 所以这是考验蓝白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蓝白两边 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 我不见得合作 但是有一个共识跟默契 是这一周之后 大家就转往民进党炮口一致对外 今天如果真的没有一起选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们也是在比较哪一个政党 监督民进党比较大力 不是在比赛说 谁打对方比较大力 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没有人在执政 没有在执政的人 你一直讲说 这个人签名了 然后不守信用 然后这个人说他要量6% 那些都是谈判过程当中 最后在整个选举里面看到 他是知为末节的小事 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 对老百姓造成实质伤害的 一些施政的问题 这个才是今年2024年 应该要有的竞选主轴 所以千万不要搞错方向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能和 当然如果有机会 那最后大家突然不管是谁想通 不想通都好 合在一起 那大家 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说 合在一起后面 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子 吵吵闹闹闹到最后 那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那至少到这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要转向一起 针对民进党进行更多的检视检验 那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也没那么白目 好就是说我们也不会说 因为不合作的关系 所以民众党丢了一个好的议题 真的是监督到民进党 我们装作没看到 那民进党也 民众党也不会这么白目 所以我们国民党在打一个某个议题 明明就是这个政府做了不好的事情 那让人民很生气 那我们为民发声 但是民众党却装作没有看到 我觉得不至于 所以两个在野阵营在议题上面 甚至在立委席次的合作上面 未来都还有很多的机会 不要因为这一两个礼拜的冲突 就把所有的大门都关上 这对双边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为什么 我们都一直在呼吁大家说 可以冷静一点 因为其实就最后几天了 那这个等到结果 你马上就会等到结果 你都等那么多天了 再等几天会怎样 不会怎样嘛 那如果真的 最后大家有合作的话 那你这几天早来早去 也是浪费声明嘛 所以稍安勿躁 有结果了之后 我们马上放下本来所有的成见 立刻回归正轨监督民进党 这才是一个在野党 应该要替人民进的义务 我也请教这个历史哥 那当然此时此刻走到这里 那当然还有一点点最后的时间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奇迹 那当然他现在所有的人 都还是希望蓝白河 那包括我请导播跟我们上一张 来看到这个是 其实说蓝白河 已经是实质合作了在台中 台中一选区 好蔡碧如这个部分 是国民党现在完全在支持她 那蔡碧如委员呢 在昨天上了这个有台的节目 在进广告的时间 这位是评论员名嘴尚义夫 就跟蔡委员说 我听到是有两个人 当时在这个民调的这个会议上 跟柯P说 不是民调 是最早的那个四方会谈的时候 天王会谈 跟柯P说是误差范围是正负三 那蔡碧如当场回答说 柯P知道啦 那尚义夫说 提到误差范围的时候 马英九也有提醒他 蔡碧如就很小声说 有啊 那这个当然前提是说有录音 那尚义夫是听到录音 可是录音的部分呢 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被柯P的发言人陈志涵否认了 因为他说当时是朱立仁说 不要录音 后来他也求证马办 马办说他们也没有录音 好那不管怎么样 传出这样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民众党认证 柯文哲知道有误差范围 是正负三的情况 所以签下了蓝白协议 那蔡碧如是说柯P知道有 但他还是签了 所以在刚刚我们也看到尤书惠说 所以这就可以证明 国民党并没有框柯文哲 我想这个问题就一看波机回答了嘛 你是统计专家还是要统合大家 选举到现在大家都知道 稍微有所理性或者是冷静思考的 或者眼见寒流起眼见寒流他 我再说一次本人是深度参与在其中 当时真的是跟着中天的节目 上山下海 那个再偏向我们也冲进去 非常的辛苦 那这个光高铁做了二十几万嘛 然后就计程车甚至有些地方叫不到 怎么样的靠着寒流的群组 算了说不好意思有没有人可以 救命一下 现在要赶下一个拖 然后就有热心民众 真的就开车给你回说 历史哥你在哪一个地方 前面有一间彩券行 你在那边等一下 我马上来接你 真的就找得到了 那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但问题最终 还是没有办法攻下蔡英文那个山头 当然有很多外部原因 但最关键是什么 就是中间选民的流失 但是在沙喀都里面 几乎是没有中间选民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间选民主要 就被所谓柯文哲给带走 也就是沙喀都变成三级的这个状况 三级的状况 没有中间选民可以流动 那你要想想这个所谓的气宝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当年宋省长扫遍天下无敌手 那是最后呢 最后有获胜吗 最后还是没有获胜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 好好的忍进去思考 因为当时的宋省长拿到是36.8% 可是问题拿到36.8%的情况之下 也还是没有办法把连赞给弃掉 那所以这不是唱衰 这也不是所谓的情绪勒索 而是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很冷静客观看待 但我觉得今天呢 刚才波基说往最坏的情况来走 我非常同意 而且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两边都被主战派给包围 那这个主战派是什么意思呢 主战派你要是这么屌这么厉害 你去打赖清德啊 赖清德现在叫赖躺 你知道吗 我现在每天叫他赖躺 因为真的是躺着躺着 做梦也会笑 躺到这种程度去登记 还可以顺便酸你个两把 你看我还是第一耶 他就想摆明就是赖躺 专门就是酸人用的方法 就是我一定是第一 但你现在悲哀的是什么 冷静派不要说组合派 冷静派已经被所谓的主战派给干爆 主战派天天来干爆 而且反向的说你冷静派的人 你是秦勒 可是最大的秦勒就是飞叉不投嘛 本来就是了嘛 因为所谓飞叉不投 我没有当负的空间 这种状况 那就是种最大的秦争 因为我打死不跟你讨论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合在一起躺着也会赢 因为赖躺就怎样 从躺着一遍躺着输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因为当选票上只有二选一的时候 民进党如此糟糕的执政 那我们中天做太多了 他为什么要把中天关掉 为什么他想要通过 数位中介法 他为什么让沈柏阳上去 沈柏阳第二就是在嘲笑 台湾NCC 我随便乱做 我继续恶心你 然后我还可以让 当年NCC的大元凶之一沈柏阳 他是审查委员 然后他来当第二名的部分区 他就是在嘲弄台湾人 你看我就对言论管制 你怎么样啊 我可以没有任何证据 模拟是侯美 你怎么样啊 我就可以把你关到实 你怎么样啊 你就看向欣夫妻 莫名其他被扣了四年 你看侯汉廷 他被禁管了将近五年 那这些事情 他有付出任何代价吗 不用 因为他只要秩序嘲笑你台湾人民 他继续对你做认知作战分化 所以这种东西 大家要去想这个问题是关键在这里 我知道有些人说 哎呀 主战派里面有一些人为了私利或什么 都可以 但是最关键是什么 最关键的地方是 所谓的绿营跟白银 或者是白银对蓝银 蓝银对白银 彼此之间叫臭邻居啊 两个不是很开心 彼此丢臭鸡蛋 吵架归吵架 但是要住在一起 但是问题是 现在那个春霸 你不去解决他 然后你只是每天骂你的臭邻居 结果最好笑是什么 春霸来胖揍了 蓝色的一顿之后呢 蓝色很生气跑去揍白色 白色又回击蓝色 两个打一打去 然后春霸要去揍白色 结果最好笑是春霸笑到最后 就看蓝白一起打 然后我就时不时 这边揍你一下 那边揍你一下 大家都得PTSD 这个是我觉得 在情绪当头上一定的 我相信像聊天室很多人 在骂历史哥 你看历史哥又在洗地了嘛 又在催这个蓝白 我们谁不被骂 对对对对 谁不被骂 但是 你仔细想想 你一直发泄一直爽 继续发泄继续爽 然后最终2024你又很不爽 很不爽了 结果又回头过来说 你看你们这些零嘴 讲了半天有用吗 你不给我力量 我要怎么用 孙悟空要打败魔人普 也要靠元气弹 你都不给元气 只能元气了 对吧 你不给元气 因为怎样 我们就大家一起挺着胸膛 死掉倒下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